云之雨第十七集信息量好大 云卫山和岳长老见面 被公子雨抓到 云卫山的无风身份暴露 而岳长老讲了他和云雀的故事 同一时间 角宫 宫上角正在温泉泡澡 上官且来了 被宫上角留下贡寓 看这集时 真的太忙了 一边为岳长老和云雀的绝美爱情流泪 一边看着宫上角和上官前贡寓的香艳场景流口水 不过 同为选婚的新娘 为何云卫山还和公子雨分房睡 而宫上角和上官前的进展如此神速 哪些镜头语言表明 他们不仅是共寓 而是圆房了 公子雨和云卫山分房睡 是因为公子雨还在为父亲守孝 所以没有和云卫山真正举行结婚仪式 对于纯爱战神公子雨来说 拉一下手 浅浅地拥抱一下 或者借着人工呼吸的机会亲吻 就算是了不得的亲近 会让他心动好半天 在正式成婚前 公子雨不会对云卫山做什么越举之事 这是公子雨对他的真实 而且 虽然云卫山处处帮公子雨 但日常相处中 还是很注意分寸 并没有刻意诱惑他 所以他也想不到这方面的事 但公上角和上官前就不一样了 上官前对公上角的示好 一方面是尽力帮公上角达成目标 比如偷衣案 另一方面是尽量接近公上角 包括心理上和身体上 所以上官前为公上角研磨时 会尽量靠近他 还会在公上角洗澡时 不穿礼衣 主动端着东西进来 抚摸他的手 甚至在谈到身上的伤疤时 上官前会主动拉开衣服 让公上角看看他身上还有没有疤 这么明显的暗示 公上角要是不懂 也就白掌这么大了 那公上角留下上官前 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公上角对上官前 是清醒着沉沦 公上角看到了上官前的暗示 明白他愿意自见整袭 但公上角其实并不清楚 他到底是出于真心 还是别有目的 于是 公上角让上官前和自己一起到温泉里抛一抛 实为试探 试探上官前敢不敢进来 留下后会做到哪一步 然后会不会提什么其他要求 而在这个过程中 公上角一边审视着上官前的反应 一边沉浸于上官前的温柔 剧中没有拍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但有网友推测 他们实际上是原防了 因为公上角在水中解开上官前发迹的举动 是在洞房的特定时刻才做的 意味着男子从此是女子的丈夫 两人共遇的场景后 放了两盏灯飘在水面上的画面 前面的那个灯破了一个洞 两人从水里出来 坐在桌边时 上官前还在喘 而公上角端着茶杯轻碰杯碟的举动 有网友搜索后显示 也预示着两人刚刚远房 据说两人后面还有了孩子 然而 当上官前表示 今夜前来是有事相求时 公上角的表情是明显的失望和烦闷 失望于上官前还是在利用自己 烦闷于自己竟希望上官前能付出真心 但随即 公上角就掩饰住了情绪 转而认真考虑上官前的要求 即便上官前别有用心 公上角还是愿意帮一帮他 怪不得好多网友都可夜色上前 公上角和上官前这对 彼此防备 彼此忌惮 又克制不住的彼此吸引 确实很好磕啊 而且 程磊和卢玉小在戏外的互动也很甜 这下谁还分得清盈夜和真情旅呀